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很多农民兄弟他们有这种热情 他们也有这种时间 所以他们就把各个方面可以使用机器的都考虑到了 我觉得咱们做的节目各种各样的农业机械应该说是都全了 彭老师此言诧异 还有一项您给落了 这晒完了咱们得收粮食啊 是不是 你说的是在长宴上量的粮食 量完也要收起来 咱们要丰收了嘛 对这个机器我们介绍的确实是很少很少 那今天我们的发明者正好把这一项给补齐了 我们一起去看看他的收粮食的发明创造 大家好 我是中央电视台记者石涛 我现在来到的是安徽省辅阳市 现在正好是玉米收获的季节 我身后农民正在繁忙的工作 我们现在就过去看一下 感受一下农民丰收的喜悦 师傅你好 你好你好 正忙着是吧 那个我能采访您两个问题吗 您这现在正忙着收割是吗 收玉米啊 像这块地都是您家的是吗 都是我的 您这地有多大啊 我几年种了个200亩 200亩地 全是种了玉米 全玉米 怎么样 现在这个长呢 还可以 几年 还可以 用您这个玉米收割机来收 玉米两块收割机 这个机器这么大应该是收割的效率会好是吧 对 这个收得快 一天能收100亩地 一天就能收100亩 等于两天就把这200亩地整个收下来了 是吧 对对对 您这个收下来的玉米是做什么用的 做饲料吗 做饲料用 要用到饲料厂 从这个收玉米一直要用到饲料厂 中间要经过几个环节 总统联统就两个环节吧 还有一个收割 一个晾 一个收割 一个晾是吧 那您晾晒的时候也是用这样的机械 能够帮助您一起做是吧 没有 没有吗 晾晒的话全是人工 全是人工作 只能看到钱 就怕下雨 全部都用工作 那您整个这个流程下要多久了 200亩地我能晾个 前期活的话我能用20钱 前期不活的话也要晾个一个月 等于您收割两天就完成了 但是您晾晒要20多天 对 那您等于是晾晒的工作来说 对您来说就特别累了 那是最繁重的 是吗 那您晾晒也是在这附近吗 那咱们去看一下 好 可以 好 走 是在那边 安徽北部是我国华北地区重要的玉米产区 这里的农民个个都是重粮大户 像这位朱师傅他一个人就种了200亩的玉米 每年到了收获季节 收粮就成了他们的一个大难题 这个收粮并不是只从地里采收的过程 因为玉米联合收割机早就普及 一个人一台机器就能轻松搞定 难的是后面的工具 等粮食晒完之后再想收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这动不动就上百吨的粮食到底要怎么收呢 我们跟着记者去一探究竟 朱师傅 咱们这个就是你刚才跟我说你们晒粮食的地方 对对对 这是一个米国锈桶的一条路 全部都是铺满了这个玉米粒了 对对对 这全部晒的都是玉米粒 都是玉米粒 这都是您家的吗 这从那边 你们到这都是我家的 那这玉米已经晒了有几天了 这晒三天了 晒三天了 那晒好吧 这晒干了 晒干了 晒干了 晒干了的玉米是什么样的 晒干了 花的样子抹一下的 花的 这种仪器的那个晒粮仪一样 用的水平在15个水平一下就可以卖了 所以说你们这个晒好的玉米还是有一个标准的 对 它食料常常吃的话 15个肥一下 15个肥一下 放不快了 可以出村 一旦晒好要马上收起来吗 对呀 你不赶快收起来 万一要下场鱼 你会有白费了 看天吃饭 包括这收获也要看天吃饭 看天要不好的话 人工多一点 您雇了有多少人 弟弟手 人家那两带了十几个人 十来个人才能收完差不多200米这个面积是吧 假如要下雨的话 天还不好的话 那脸也要跟他收完 行 那你们收玉米是一个什么样的卧场 收玉米马上先来收完 现在收是吧 能给我展示一下吗 行行可以 走咱们去看看 诸师傅这个就是咱们的老动物 对呀 这是险 现在是吧 对 头是做料的 不是那种血险 血险 容易把这玉米里搞坏了 是吧 咱们要怎么样 就浅个腊 腿虫嘴 腿虫嘴 对腿虫嘴 然后才会转铲 过程其实也挺简单的 简单 累了呢 累了 简单 你试试 你试试就知道了 记者心想 这有什么难的 塑料产这么轻 肯定能一口气收完 就这样 不停的产了五分钟 记者怎么已经开始 面露难色了呢 累吧 干一会儿就累了吧 朱师傅 咱这干五分钟 已经就累了 看你干了烧 你没理屁 你没劲 刚才起来的时候 感觉是比较大 但是咱们一旦把它挤到一块儿 这个挤起来就 手就沉了 对 你想 你看这么一层子 这层子有个十几斤吧 这可以一斤啊 对啊 对 仅仅五分钟 就让记者体会到了 原来 这个看似单调重复的工作 远远没有想象中的轻松 这片两百多米长的晒场 看似只铺了薄薄的一层玉米 其实少说有三四十吨 要靠人工一铲一铲地收起来 安何容易呢 要不你干一完就知道了 到完你又不能动了 对 特别累 挤着咬牙坚持着 一直坐到太阳下山 说什么也干不动了 像咱们这个收粮是这么辛苦 不能想到一个什么轻松点的法子 我好像听说 好像有一个性作 他好像研究一种机器 可以洗粮食 洗粮食 那等于他可以用这个机器来帮忙 帮你收粮 可以代替这个 就等于实践机械化了 是吧 那您知道这个人住哪儿吗 我也不知道 但我们可以能打听到 我们能打听到 打听打听是吧 打听 行那您打听打听 咱们一块去看一看 好 可以 我们到那边去问 听说有希望能实现收粮的机械化 急着赶紧跟着朱师傅来到了富阳的一家农机厂 试着找一找 这位发明人 师傅您好 您好 我们想找一位姓骆的先生 您这儿有这个骆先生吗 找了一个什么事 我们是中央电视台的 之前跟他打过电话 然后说想来看一下他发明这个收粮机 是的 您是骆先生是不是 你好 发明人骆华阳 发明项目晒场收粮机 现在正好也是玉米收获这个季节 然后想了解一下 看他们能对我们这个收玉米有些帮助 这一台就是刚刚这边的一个收粮机 收粮机 主要是分这几个部分 一个是锡果 通过这个管道 然后进到这个鸡料箱里边 这个分离 上面这个比较干 对 它起到一个分离的作用 分离作用 分离什么呢 就是污料跟空气 比方在粮子 玉米是吧 玉米跟空气呢 它起到一个分离的作用 洛华阳发明的收粮机 主要由吸管 分料仓和落料器组成 它运用气韵原理 将晒在地上的粮食 吸进分料仓 粮食和空气被挡料板分离 一边空气排出 而另一边粮食进入落料器 最终被装入袋中 朱师傅 您也听完洛先生 介绍了这个吸粮机了 您感觉怎么样 说的是挺好 您觉得靠谱吗 它这个原理 应该说的这个原理 应该是靠谱的 不知道能不能用 能不能试一下 用演示一下看看 带你们看看 找点粮食 行 行 咱在这儿演示一下 为了验证收粮机的收粮效果 洛师傅找人运来了 十几袋晒好的玉米 别看才十几袋 加起来足足有七八百公斤重 堆在一起跟坐小山一样 考验收粮机的时刻到了 它到底有没有足够大的胃口 把它们吞下去呢 现在现场已经放置了一堆玉米了 那咱就开始吸吧 可以 收粮机开动起来 骆师傅这边 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他拿着这根巨型吸管 扎在玉米堆里 畅快地吸着 看来收粮机的胃口 的确不小 大口大口地吞着玉米 一会儿功夫 刚才还高高的玉米堆 像是缩了水 后面两个工人师傅 轮流装玉米 速度极快 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玉米又被装回到了一个一个袋子里 恢复了原样 不过还没有全部吸完 骆师傅 就叫停了机器 咱们还剩这部分没吸完呢 这是可以给它集中一下 这个一吸了 等于您这还需要再集中一下 免得吸起来 我看您这也是累的 买头大汗 是这个吸头有点沉是吗 有了清 但大堆了以后 太小了 对 但是我刚才看您这个吸浪效果 还是挺好的 因为你这个后面 在这接这个玉米的人 都有点来不及了 速度还可以吧 朱师傅 您看完吸浪机工作的过程 您现在感觉怎么样 吸的也挺快的 是吗 您觉得跟您平常工作相比呢 比性工快多了 如果咱们把这台收浪机 拉到晒场上 应该能起到作用吧 我不知道 在大面积的不知道能多快 吸的有多大 您这个吸浪机的吸力 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最大可以吸马铃水 最小可以吸倒壳 等于这个从轻到重 有一个范围都能吸 都能吸 马铃水那么大 吸得动吧 也可以 那你又可以试一试 对 要不然我们验证一下 验证一下吧 对 然后吸一看 来一点 骆华阳不会是被刚才的验证 冲昏头脑了吧 还真让助手去找来了 三大袋土豆 准备打消记者和朱师傅的疑虑 重量应该也是比那个重很多 重好多了 咱们能不能撑一下 看它有多重呢 可以可以 那咱们就找一颗大一点了 重量是多少 二百二十六 二百二十二克是吧 首先十克玉米现在也重要 十粒玉米才四克重 土豆与它之间相差了几百倍的重量 骆师傅 您不是说大话了吧 真的试一试 试一试 行 那咱们就开动机器 好 这台收量机 真的能够成功挑战 收土豆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 机器开动了 只见收量机 像个大嘴怪 土豆一个个乖乖的 被它吞了进去 不到十分钟 所有土豆 全数收回到麻袋中 好 那咱们这块 马上水都吸完了 咱们去看一下 后面这个收获的情况 整个全都吸到这个麻袋里面了 这次不错吧 比想象的要好吧 没想到这个 没想到这么大的麻袋里面的吸 是吧 那中师傅您评价一下 看完它整个这个演示的过程 土豆也可以吸 就可以 吸力应该是够的 那你觉得如果咱们把它拉到这个晒场上 晒场大面积 吸凉是 看看效果怎么样 要不然咱们干脆进行一个比赛 拿这台机 跟那个朱师傅您那边的人工 收量是相比 看它的效率和吸收能力 到底怎么样 那可以 可以吗 可以 这样就能看出来它这个效率了 对吧 看看是它快 还是我的运快 对 对 那洛先生 应该是极臭快吧 可以 你觉得可以 应该是极臭快一点 行 那咱就拉到那个晒场上去 看一看 可以 测试一下 好 好 在我身后已经准备好了两片玉米地 呃 然后龙龙一堆一堆的 然后后面我们两个人转大 就可以了 那您觉得您这边能赢吗 我肯定赢了 我这都老手 是吧 好 既然你们两位都有信心 那咱就比赛看看 可以 看看到底这个结果是什么样的 滑蛋 滑蛋 行吗 好 那准备开始 好 这次双方的任务是各收十吨粮食 机器刚一出场就面临如此艰巨挑战 洛华阳能带领机器队 一鸣惊人吗 朱师傅带领的人工队由七位收粮老手组成 他们可都是一辈子跟粮食打交道 这活再熟悉不过了 按照周师傅的指挥 所有队员先把玉米堆成堆 等到后半程再分出二至四人负责装带 分工明确 再看机器队 前期收粮工序跟人工队相似 也需要先把粮食堆成堆 然而比起七个人的队伍 洛师傅略显势单力薄 不仅如此 我们发现 随着收粮位置的变化 人还要边推着机器往前走 显得着实笨重 而这时 人工队的路面已经露出了一大半 才过了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这样的速度 太惊人了 朱师傅 您这都快扫头了 马上就完了 你看 您这边这么 他的设备又怕窝了 你看 他那个设备好像就慢点了 感谢你这边人多 七九八雕的 一下子哗啦哗就收起来了 我们肯定赢了 肯定赢了 你觉得现在你们这个干活状态怎么样 最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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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挺有劲的 是吧 他们不行了 你帮你帮我吧 陆先生 陆先生 让机器停一下 停一下 好好好 机器先停一下 陆先生 我看您这边情况怎么样 您这速度是不是有点慢呢 今天还有点效果不是太好 吸起来这个速度不算快 因为一次吸的面积也不辣 对 这吸的干净 还是 单吸的话还是挺干净的 但是呢 它这个就是不太方便 拿着你太瘦了 有点受不了那种感觉 但我看你们现在吸的这个粮食也差不多有十四五道了吧 对 有十四五道 其实他们那边现在也是收了也是将近十四五道 那要不咱再挑战一下 好的 接着再弄把力 好好好 行 大家再弄把劲 把气息开开 机器队明显落后了 但是洛师傅却不想放弃 毕竟人工队也只是完成了堆成堆的工具 离装袋最后完工还有一段距离 他趁机又叫来一位朋友帮忙 机器队此时的人数增加到了五个人 两个人负责堆 一个人负责吸 速度也有了明显提高 时间过了将近一小时 人工队这边不但没有减慢的趋势 反而干劲十足 袋子用了一摞又一摞 咱们现在开始已经开始装袋了 是吧 打开了 哦 再把劲啊 再把劲啊 您赶快看那边情况怎么样 它不行 它太慢了 它收的还不干净 看到吗 啊 它收的不干净了吗 收的不干净是吧 我们的 刚开始 而且我看他们现在人也挺多 他们现在有家人了 有家人了 忙不过来了 人数既然快跟你们差不多了 对啊 人数和我们差不多就没意义了 那个设备 那感觉累不累 累了是吧 除汗 除汗了是吧 但是这干活还算轻松了 还可以 还可以是吧 眼看人工队这儿都装带收尾了 机器队这边的进度又如何呢 这台钢铁巨瘦 看着挺唬人 但是这嘴巴确实小了点 单独验证的时候 感觉很快 可在大面积的作业中 怎么就不灵了呢 现在看到机器这个状态 您心里怎么想啊 心里感觉到有点惋惜了 惋惜吗 之前没有想到这样 没想到 没有参加这个实际草担 是感觉不出来这个实际的情况 这个呢 看来今天的dj看来是要落后了 要落后是吧 但我觉得您应该再加把劲 因为咱比赛还没结束了 行 到比赛完结 我们才知道最后的结束 加把油加把油 咱们干完 好吧 听到记者的鼓励 骆华阳没有像第一次那样重整旗鼓 眼前的局势太明显了 或许他不想再做无谓的挣扎 也或许他已经发现了 机器的问题所在 好 现在人工队已经完成了玉米的收凉过程了 已经全部收进这个麻袋里面了 收完了 收干净了 收干净了 地面都已经挺干净了 那机器队您这边 我看地上还有这么多 是的 咱这收了有三分之二吧 还剩三分之一 有三分之一 还剩三分之一没收完 那等于您这个肯定是输了 因为人家这边已经结束了 比赛了 是的 是的 已经输了 您现在心情怎么样 心情不太好 具体的 这个 等我回去改进过以后 再来给他们比赛 行 您这个手艺又慢 又不干净 但是我这个改进过以后 会粘上你的 自己慢慢干净了 您觉得它这个机器有什么缺点 放进去 它这个 第一个太慢 另外它的这个劳动强动也不小 你看他们累的也满上大汗 对对对 他们上了五个人最后 对 我们七个人 对 五个人搭一台设备 给自己累的还不得了 还收的还不干净 收的还慢 是的 今天是没有比过 黄老师 我觉得挺可乐的 我觉得发明者 它的灵感一定来自于吸尘器 是 是吧 就有点像吸尘器 而且这个吸力还很大 你看连土豆都可以吸起来 这个了不得 对对 我们看的 它前面是一个圆口 是 这个如果在吸帘式的时候 就是这样 打开 吸尘器 它就很容易把粮食吸进来 但是你发现没有 它在吸粮食过程当中 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哪些不足您赶紧跟我 我们看这样吸 确实能够把粮食吸起来 当这个粮食少的时候 比如粮食摊开了 这应该会更好吸 都给摊开了吗 我们吸一吸 看一看 它的效果怎么样 怎么好像感觉就不太行了 吸它的效果并不是很好 那您是这样侧着吸 如果我们垂直吸 垂直你吸一下 你看看它 根本吸不起来感觉 扫过的面很长 这太费力了 我想起来了 你比如说我在家里做家务的时候 拿那吸尘器 就是地上的那些伞的反而吸不起来 那你没有考虑到换它那个吸头吗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要把这个吸头给换掉 对 它原来这个圆口的确实吸力也很大 但是对于这样散开的粮食 它的吸的效果并不是很好 所以如果我们换成这样一个吸头 有的 吸尘器上有这个配备的 我们再来试试 你打开吸尘器 你给我给它 还是给它摊开 我们看看效果如何 它的这个效果就非常的明显 对 如果说它的层比较薄的话 你看 你再吸一下 你摊得再开也没关系 你看 基本上它到的地方 片甲不留 是这样的 所以这下我就明白了 它不同的粮食堆 有的是堆形的 对吧 有的是这种摊开的 根据它在这个堆放的情况 咱们换不同的头来对付它们 就可以了 对吗 对 好 我们一起去看看 发明人会不会做出这样的改变呢 骆华阳是个聪明人 通过这一次比赛 他就清楚地看到了 自己机器上存在的问题 吸嘴是他接下来要改进的重点 老百姓晒凉都是平铺在地上 设计一个能凭着吸的吸嘴 至关重要 经过几天的研究 很快他便有了思路 他跟工人日夜加工 几个月的时间 第二代收量机诞生了 骆华阳您好 你好 又来拜访您了 这段时间不见听说您又研制出了第二代收氧机是吧 是的 怎么样 现在这个性能 现在比以前好过来 那能带我去看一下吗 可以 可以是吧 来到后面看一下 好好好 走 这个就是咱们第二代收量机 对 我看这个变化太大了 整个像一个车的感觉 是的 这个就是在车的机身上改进的 一眼就看到您这个吸两口 跟上次完全就不一样 第二代收量机结合了汽车底盘 新增加了动力系统 将吸管改成了扁口 实现了边走边吸 比起一代机来 更加灵活机动 能够直接收集平铺在地上的粮食 还在出两口 增加了提升机 可以一次性收集到旁边的车斗里 直接入库 这个便于吸量 可以一个长条吸过去 单位上一次咱市的那个塞 收量这个设计的 那您能不能给我演示一下呢 看您这个现在吸量效果 到底变化成什么样 可以 可以 等会给你演示一下 我们再找点粮食 对 好 二代机改进后的扁平吸水 真的能够平地吸量吗 收量效果 是不是能像洛华阳说的那样好呢 我们找来十几袋玉米 平铺在地面上 模拟在晒场上的效果 咱们这片玉米都已经铺好了 对 这个厚度有多厚 大概三公分到四公分 三四公分 对 那它跟那个晒场上铺玉米的情况比 是一样的吗 几乎是一样的 待会这辆收量车 是要一趟收下来吗 一次就收完了 一次就能收 过去就可以了 行 那咱就开始了 那咱开始 好 二代机加装了动力系统 真是方便多了 司机在驾驶室就能轻松操控机器行走 可以边走边吸 扁平的吸水分别连接两个风机 吸力是原来的两倍 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一千多斤的玉米全部收集完毕 可就在这时 我们的记者却提出了一个疑问 你这个收粮食的过程跟我想象的其实不太一样 我以为您这个车就是刷的开过去 一下就能把这个粮食都收起来了 大家没想到它这个速度是非常慢的 感觉跟人走路的速度差不多 这样一点一点开过去收了 粮食在吸的过程中 它又有一个流动性 走得越快 它流动得越慢 走得越慢 它吸的效果越好 等于说必须是一个低速的 低速 必须是低速来完成这个吸粮的过程 但是它这样低的速度不会影响它整个收粮的效率 基本上不影响 这还是比人工快得多 那您现在对这台机器满意吗 基本上满意 还是有自信的 要不然咱们再去找一下朱师傅 可以 让他来评价一下您这个机器 可以 上次输给了朱师傅 骆华阳势必要搬回一局 可这会儿正是农忙时节 为了保险起见 骆华阳决定直接上门拜访 朱师傅会答应他的请求吗 诶 朱师傅 你又找我什么事啊 我这个第二代机研发出来了 还想找你再彼此彼此 第二代机 那一开始你那个都不行 你那个体力又小 是这样的 一半两次你拉倒挂机 这一次应该改的效果不错了 应该是没问题的 还没时间给你弄 这一次我准备 看给你们多一点人来比一下 看12个你找12个人 我们12个人比一下 上这6个人你都不行 你看12个人 你看12个人这个工钱我来出 我认为当务事 我忙着哪 帮我忙嘛是吧 好吧 好吧 先再比一次 再比一次吧 行 我就安排人去 好好好 到了秋收时节 晒场资源往往不够用 马路成为了农民朋友们晒粮的不二之选 为了安全起见 很多人会选择 把粮食晒在车辆较少的辅路上 那么我们今天就特意选择了一条辅路 准备在这里进行二代机人机对抗赛 好 现在我面前已经铺好了两片玉米地 每一片的重量大家都有两吨重左右 待会儿呢 咱们就在这两片场地上进行一次收粮食的比赛 那洛先生您这次派出的是第二代的收粮机 对吧 那您这边我看人数也变多了 我现在是12个人 12个人 因为咱们这次两边的实力都升级了 对 那您觉得您能赢吗 罗先生 能赢 这次的对策是什么 一来一回就完成任务了 等于只要转一次弯 转一次弯 开过去回来就完了 我就结束了 应该是很轻松 轻松 那您呢 您这边咱们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我的人一次就完了 他不能管完了 一次这个 比你看 比你看 但是您这边是要先归笼到一起 然后再 我们不能归笼 人多 我直接就甩到车上去 更加直接了到 对 更加直接了到 那您觉得您能赢吗 肯定赢 上到他的手 那机器不一定 不行 这次不一定 肯定能赢 大家有没有信心的一个 有 对 行行行 那干脆咱就试一试 试一试 看一看这个结果到底是鹿子水手 好 好吧 好 这条辅路宽度四米左右 而收梁车吸水就接近两米 地形队机器队非常有力 而这时 人工队也没闲着 朱师傅抓紧安排战术 随着朱师傅的一声令下 人工队员们甩开膀子 就开始干 士气高涨 而机器队这边则不紧不慢 驾驶员开动机器 调节好吸水高度 开启了地毯式的吸粮模式 所到之处 粮食被全数吞下 送到车中 照这个进程下去 机器队势必要一雪前耻了 眼看收粮机马上收完一半 可这时 记者却叫停了机器 你看您这路上好像还剩了不少 人工队那边是吸过 马上就是地面上一干二净了 这个是什么原因 这个速度有点太快了 走力有点太快 就是它走过太快之后 有些地上玉米还没来得及吸进去 对 是这意思吗 对 原来驾驶员师傅 在比赛的紧张气氛中 不知不觉就开快了 导致吸力没跟上 光有速度没有质量怎么行 骆华阳果断决定 退回 重新来一遍 第二遍 驾驶员放慢了速度 这一下 终于彻底收干净了 趁着机器队反攻 人工队那儿是越干越起劲 你一铲我一铲 拼命往车里装 眼看就装了小半车 不过这位大爷 您也太卖力气 怎么铲头都给甩掉了 你这怎么先弄掉了 很棒的 滑的嘛 你再往又快嘛 干活太着急了 对啊 先都给干掉了 是吧 好 走 磨刀不误砍柴弓 老大爷又迅速进入比赛状态 人工队能趁机反超机器队吗 这个朱师傅 怎么样 这回速度还行是吧 这个速度快 还可以是吧 对 我们到这远 别耽误他们干活 好 这样吧 这点站 但我看您这个队伍 年纪比较都比较大 这次 上次年纪要大点 年龄大 体育会不会不行啊 比经验好 经验好 经验丰富是吧 对 经验丰富 那你觉得他们这个 劳动速度还行是吧 还挺快的 还可以 还可以 对 但是我看他们的确是 这个扫握经验特别干净 是吧 你看 哎 大爷 怎么样 这个干这段路感觉累吗 不累不累 平常经常干这个寿原生活吗 对对对 干了多少年了 三个年了 你觉得你们这个效率怎么样 效率可以 还可以是吧 对对 行 那你加把油 那您这几万啊 有信心赢过这个机器吗 可以 可以赢 可以赢是吧 可以赢 觉得对自己有自信是吧 有自信 行 行 那您再加把油 就在这时 机器队第二遍也走完了 不过眼看这车 怎么静止开走了呢 好端端的 难道骆华阳 要弃赛不成 没有开出去了 开出去掉头 掉头 哎 对 要再转过来 再收剩下这一部分是吧 对对对 为什么还要开出去掉头啊 不 它这个车体积太大了 不方便 有有有 哦 在这个路上掉不过来 掉不过来头 必须开到那个前面 才能掉头 但是您这样的话 会不会耽误比赛啊 是有点 是有点 但是没办法是吧 只能赢这个方法 只能这样 原以为是优势的路面宽度 如今变成了绊脚石 这一掉头 就耽误了好几分钟 这几分钟里 人工队可没闲着 剩下的粮食越来越少 车斗也都快装满了 眼看这差距越拉越大 机器队能不能反败为胜 就看这最后一行冲刺了 可乌鲁偏逢连夜雨 偏偏在这一时 现场又出现了新的状况 现在怎么回事啊 他这个站到了 站到了 那个车主不愿意 有车要过 有车要过去 帮助他走路了 那怎么办啊 我让他朝一边开开 朝一边开开 给他让个道 行行 带他们过去吧 好好好 这一让路 又让出去好几分钟 从此阶段 那都得争分夺秒 真是给机器队雪上加霜啊 人工队可顾不上看热闹 一门心思只收粮食 眼看地上已经光溜溜的了 下把劲啊 马上就完了啊 扫干净扫干净啊 好 大家完工了是吧 完工了 怎么样 累不累啊 不累 不累是吧 不累 好 一卡车两吨的这个玉米算多吗 不多 不多是吗 对 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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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平常都要收多少 我们平常一下午 这么多人怎么累 能收二十吨 怎么是这个失败 对 收二十吨就比较累了 收二十吨就累了 那两吨 不带外驾 对 我看你们时间也挺快的 好像不到二十分钟 也就是十几分钟吧 十六七分钟差不多 就完成这个活了 平常也都是这个速度 对 行行行 那恭喜你们 我去看看那个 我们又胜利了 你们又胜利了 是吧 那就看看那个 收缸车那边情况怎么样 好 大家也去看看 此时的胜负已成定局 没有了对手 骆华阳成了孤独的战士 他选择坚守好 所以后一班港 您这边已经吸完了 像是人工队那边已经结束三四分钟了 咱先看一下这个吸量的效果吧 这个经过了你这个调整之后 吸的还是比较干净的 效果也好一点 对地面上基本上没有 现在玉米已经收完了 结果也已经出来了 您这边时间上落后了四五分钟 说了 您现在心情怎么样 心情落差很大 落差很大 心情有点难受 有点难受 这个怎么会这样 我说一开始你不行吗 你就不行 一开始你就知道 没想到 没想到 实在没想到 您觉得这个收缸车完全不行吗 不行不行 太笨重了 吸的又不干净 又那么笨重 不实用 我下一步准备 不实用 准备改进 你改进啥啊 你改进 你别干了 别找我了 你以后也别找我了 来 叔叔叔 别找我了 别找我了 受力啊 好的 谢谢啊 没想到 机器做了如此颠覆性的改进 还是没能赢过人工队 这场洛华阳非常失落 但以他的个性 这不能成为最终的结局 这不 他收拾好心情 回到车间 立马又投入到改进中 回想起比赛过程 到底是哪些环节拖了后腿 是掉头耽误了时间 还是本身洗力不够 给后面的车让路 难道也是原因之一 看似是客观造成的小插曲 恰恰反映出了 这台机器不够灵活 机器如果不能灵活的为人所用 那只能是累赘 想到这里 洛华阳已经有了新的设计方案 说一下你好 你好 听说您就做出来第三代收量车了 是的 这就是第三代 又做了一个特别大的改变是吗 体积比那个缩小多了 对 一看就体积变小特别多 方便灵活了 您这个体积变小了多少 长度少了两米 宽度将近一米 那等于整个油小了一半是吗 对 转弯末久都非常方便 但是您把体积缩小了这么多 会不会影响它的吸收能力 不会 因为我体积缩小 但是我把它转速给它提高了 转速一提高 它的风量还不减 那要不然咱到晒场上再做一次验证 那咱去试试 找一下朱师傅 还找朱师傅 让朱师傅我来跟他比一下 但是我看上次他好像挺不高兴的 这次他不一定愿意来了吧 我们想办法吧 找他去 求他一下 求他一下 行 那咱就去找找他 好的 好 俗话说 再一再二不再三 估计啊 朱师傅这次说什么 也不会出马了 朱师傅 朱师傅 你怎么又来了 又来还想麻烦麻烦你 还想来给你再比试一下 你啥 我这太忙了 我没时间跟你比 你找别人去吧 我这时间耽搁不起 一百亩玉米要收 早上饭都没吃呢 饭都没时间吃 我这个第三代改进的 那灵活多了 比第二次好多了 忙忙忙 你这样的 你这一次 你给你找个十多个人 这个工钱我出 另外你的这个工钱的事 你的这个玉米 我到时候给你全收了 好吧 做玉米全收啊 真的 真的 不是我收了 不要你说了 我帮你收 说好算话 那你肯定的 那行 要多少人 十五六个吧 十五个人 对 十二个人你都收了 你找十五六个人吧 好 应该是没问题的 好 我帮你找去 你等着啊 好 洛华阳好不容易 争取来的最后一次机会 他能抓住吗 如果在人数增加的情况下 机器队能拿下比赛 肯定会得到 朱师傅和农民朋友的认可 想到这里 洛华阳没有了退路 哪里摔倒的 今天必须从哪里爬起来 好 咱们现在来进行第三次的收粮式比赛 咱们这次晒场上的玉米数量也都增加了 每一队是三吨的玉米 那洛先生 您这边这次要派出的是第三代的收粮车 对对对 那朱师傅您那边的人数 我看也已经增加了吧 我们今天派出十五个人 您这次打算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上一次稍微有一点点改变 抽出三到四个人 从前面往里冷下 稍微冷下 那后面是十二个人 后面还是十二个人 为什么要分三个人出去呢 因为人太多啊 他会地方小 会相互干扰 那有了这个分工应该是速度比上次更快了 那肯定的 那肯定会更快 那能赢过收粮车吗 肯定能赢 他一直都输了 这么看不起咱们收粮车 他不行 我说他不行 他就不行 我感觉到我们能赢 经过改装以后 体积小了 比较灵活 现在掉头很方便 肯定能赢的 你又输了 我不一定 是不是啊 他又输了吧 大家 能赢吗 能赢 好 要就是精灵头 在那边 我当15分钟 还是20分钟 拿掉 20分钟 20分钟就拿掉 还是比机器这个看 行 那咱们准备开始吧 好 开始 比赛 比赛正式开始 收粮机和计量车调整好位置 准备同时启动 可是左等右等 总不见收粮车往前走 这才刚开始 不会就掉链子了吧 骆先生 现在怎么回事 他这个电源线没并好 电源线 对 之前那个检查车准备的时候没做好吗 这个 开始他刚刚跳动了一下 把那个线弄上装了 您这个得赶快 不耽误事 不会影响 不影响 能很快解决吗 很快解决了 好 装上就好 好 这样出师不力 会不会预示着这场比赛会再次受到挫败呢 好 在问题容易解决 接上电路之后 机器终于工作起来 而人工队可没有一点松懈 这些数量高手们好像一直都是处在最佳状态 面对新增加的三吨任务量 他们难道没有新的压力吗 您现在什么感觉 有劲是吧 对 我看您状态特别好 您觉得能赢过他们吗 对 对 为什么能赢 他几个还都没拿到 行 那您加把赢 好 下回头 我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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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 你好 看这次带我都干就十足 这次的状态是不是比上次还好 应该比上次还好 现在这个工作速度还行 也快 但是咱们这次这个收粮的数量增加不少 这次是三吨粮 这个不会有影响 应该有影响 小意思了 小意思 那肯定能赢了 那肯定能赢了 相比人工队的豪言壮语 收粮车这边反而不声不响 按照自己的节奏工作着 机器的激励没有因为体积缩小而降低 反而比二代机的速度有了提升 由于三代机加装了除尘装置 现场没有飞起扬尘 比人工队的工作环境要干净很多 很快 第一行粮食收完了 基本我看这个99%的玉米都已经给吸进来了 是的 这个收粮效果还可以 还可以 达到您这个正常的状态了吗 差不多了 差不多 一趟才五分钟看了一下 五分钟就过来了 五分钟过来 但是人家神工队那边已经收了快一半了 你这收了三分之一 您这速度还有点落后 我再赶一下就可以了 洛华阳之所以不急躁 因为他坚信 机器的速度还有提升的空间 而人工队的速度 不可能一直保持在最快的状态 总会有疲惫的时候 好戏还在后头呢 收辆车很轻松的调转了方向 机器这回提高了速度 明显比收第一行的时候快了很多 照这个速度下去 反败为胜的转折点 就在眼前了 可就在这时 我们记者好像看到了什么 原来是后面有辆在货的三轮车 着急要通过 二代机的景象又重现了 难道机器队 打破不了这个魔咒吗 没想到收辆机原地没动 后面的三轮车就轻松通过了 前前后后才花了十几秒的时间 没时间庆祝了 得抓紧继续赶潮 这台吞梁巨兽果然不出所望 第二行也被瞬间拿下 您现在又收完了一路了 对对对 这次您收的我觉得速度好像提高了不少了 我自动了四分 我看您这个地面收的还是挺干净的 收量效果还不错吧 是的 我看刚刚这个有一辆三轮车经过 您还让一下这个车 我让了一下也没有耽误时间 体积小孩有他优势在的 这就方便多了 行行行 但我看现在您这边跟人工队那边 两边的速度都差不多了 您再加了就 最后这六收完了话 对 看最后结果怎么样 好 再调 跟陆华阳估计的一样 人工队这时也没了之前的干劲 慢慢显现出了疲态 他们能保住这最后一次的胜利 想大满贯冲刺吗 叔叔师傅 咱们俩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快装完了 快结束是吧 但我看那个机器队那边的速度 已经提上来了 那我们再加把劲 加把劲 看他们满了就吃完了 大家再加把劲 加把劲快一点 而机器队这一时 开始了最后冲刺 不打算给人工队 留下任何喘息的机会 好 快来快来快来 好 我们也结束了 几乎一样的 我们也说完了 大家辛苦了 好 咱们现在这个比赛结果已经出来了 你们双方算是势均力敌 都用了20分钟的时间 洛先生您对这个结果满意吗 基本满意 不过某些小细节 我们落架改进以后 还算应该是不错的 是吧 但我觉得从整体上看 您这一次车辆的性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比上次好多了 还算可以 诸师傅您呢 您看到了这个车 觉得会用它吗 那肯定会用它 可以 那待机15个人 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 但是今天我们比赛的场地太小了 平常我们如果收大概30吨50吨 甚至100吨 另一个时候 机器的优越性就显示出来了 还是不错的 那您认可了这辆受洋车吗 认可 还是不错的 谢谢诸师傅您认可 谢谢 洛华阳发明的晒场收粮机 采用了气运原理 将粮食吸入机箱 在吸入的过程中 完成与空气的分离和除尘的工序 通过提升机直接装车 可在大面积晒场作业 方便快捷 节省了大量劳动力 洛华先生发明的这款收粮机 它的优点在于 采用的是一种气运式 粮食收拾的比较干净 和其他收粮机相比较 其他收粮机采用的是一种霸粮式 残留的颗粒比较多 对于改进的方法 我觉得有两点 第一个就是 它的出两口高度是固定的 不能满足不同车型的要求 可以考虑设计一种 可以伸缩式的一种结构 另外一个就是出尘效果 可以进一步改进 可以考虑设计两排出尘带 这样效果会更好 好 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 如果您有好的发明和创意 都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的联系方式 就在屏幕的下方 您可以登陆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 或者是新浪微博 好 再一次感谢彭老师 也谢谢电视机前的您 收看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继续锁定 科价频道 其他精彩节目 我是丁熙 我们下期再见 小小一瓶液体 竟能成为轮胎救星 前窗白孔的轮胎 它也能轻松修复 它又能否赢得 与换胎高手的终极对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